同样是火灾现场 就在台八县的中恒临时变道 怎么又发生火警了 还记得上一次是这个月6号 当时空勤还有消防 花了5天时间才扑灭火势 结果昨天发现 这附近的林地 有一棵树的树头在燃烧 而且还窜出了白烟 空勤又再一次出动 空中洒水灌旧 空勤直升机飞到台八县 中恒山区洒水灌旧 因为山林中一棵树 树头起火燃烧 不断窜出白烟 16天前就附近也才发生火警 火势从边坡一路往上延烧 烧了5天才顺利扑灭 试过半个月又烧起来 东市领馆处不排除 可能是民众乱丢炎底造成 一处的枯立树头焖烧 火势没有扩大的情形 难烧面积0.01公顷 同样火警发生在苗栗市一间 资源回收场 资源回收场因为堆放了 100公顿的塑胶和废轮胎 所以火光很大 浓烟密布 消防出动13车 32人前往抢救 资源回收场怀疑 是一旁墓园 有民众扫墓时 想要火烧除杂草 火势才会延烧到资源回收场来 提醒民众不要贪图方便 放火除草 因为真的很容易引发大火 华世新闻王善 吴兆青杨宗颖台中苗栗报导 这种状况 最后的状况